老师天生有阴阳眼,上课第一天就发现学生不对劲 要说阴阳眼这真不是什么好的能力 比如男主人公小明,从小就是一个天天见鬼的孩子 高中毕业典礼上,他还和女鬼挑了一支舞 大庭广众之下,他对着空气搂搂抱抱,还举起了嘴 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被嘲笑 长大后的小明成为了一名教师 但就因为分不清校园里的鬼和人,他已经被七所学校辞退了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家学校的女校长丽莎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因为一直以来,这所学校惯事频发 动不动就有老师被吓得跳了楼 正好小明找不到工作,他就来到了这里 本来丽莎让他去四地班当班主任 但因为学生的入作剧,小明走到了废弃的图书馆 但这间被火烧过的房子里,居然还有五名学生 确认过眼神,他们就是在学校作恶的鬼魂 小明直接笑跑了,在路上碰见了丽莎 看小明这么狼狈,丽莎明白他应该是被鬼吓住了 但当小明说他能亲眼见到那几个鬼学生的时候 丽莎眼睛亮了起来 既然有沟通的人,那事情还有希望 原来二十年前,学校举行晚会的时候 有五个学生被留在图书馆罚站 但一场不明言音的大火,让他们永远没能出去 从那之后,学校里就惯事频发 丽莎知道就是他们干的,现在她拜托小明搞定这五个人 要不然他们再这样闹下去,董事会收回投资 到时候,所有老师都成了无业游民 而且只要小明办成了,丽莎以身相许都没问题 珍娜一听这话,马上打起精神,走进了图书馆 首先介绍一下这五位猛鬼学生 怀孕的小菊,书呆子娜娜,摇滚青年黑子,笑草大飞 和醉熏熏的阿呆 因为鬼会保持死前的状态 所以小菊肚子里的孩子整整怀了二十年 而阿呆也醉了二十年 他们成天无所事事,也不能离开学校 那就只能捣乱了 但小明经过高原指点 知道鬼魂死后不上天堂,都是因为心愿未了 只要这五个鬼完成心愿,应该就会离开了 小明想作为高中生,他们能有什么心愿? 那肯定就是毕业了吧 所以他和大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一旦通过毕业考试,大家应该就能去天堂了 委员组一天也是 他们配合的念起书来,包括孕妇在内 就连不爱读书的黑子都被大家带动了起来 他们这边学习,那边也没当务业余活动 比如,小帅就和一个朋克妹子谈起了灵异的恋爱 娜娜喜欢看合唱团排练 小菊子成天念叨着自己优秀的男朋友 至于阿呆,他还是整天醉醺醺的,想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party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其实这几个孩子的愿望没有一个是通过考试毕业的 所以即使小明教的认真,学生考的努力,他们还是没能去往天堂 大家都很灰心,谁没意识到是方向错了 小明说,是不是你们有所隐瞒才会这样的 这句话惹得黑子非常不满 他直接离开了教室,在校园里来了一波大规模的抱负 小明看到事情发展成这样,他也离开了学校 其实鬼学生知道,小明是个好老师 大家实在无处发泄 还是校长丽莎劝了这几个孩子 不如把小明叫回来,大家一起努力 这样恶作剧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在他的建议下,阿大夫在教导处主人的身上 一通电话把小明叫了回来 那天恰好赶上校庆 鬼学生在小明的鼓励下一起参加了 就在典礼开始之前,娜娜鼓起勇气 她把小局男朋友是个渣男的事情说了出来 朋友间不应隐瞒 小局得知后简直气得要发疯 那个让他怀孕的男人竟然留下一封分手信就跑了 巧的是,渣男恰好就是学校的家长代表 一个处处和校长作对的坏人 为了报复他,接下来一场好戏要上演了 校庆上,娜娜在朋友的帮助下 实现了自己大展歌喉的愿望 阿大也去party里玩了一个痛快 但此时小帅不见了 因为朋克女友太爱他 所以决定自杀和他一起去天堂 小帅怎么能放任不管呢 他赶忙找来了小明 把跳水自杀的女友救了出来 还让他一定要努力活着 接下来重投袭登场了 黑子附在了渣男的身上 让他在董事会前出记了洋相 甚至脱了裤子 小姐了结了所有迷恋 五个人里四个都完成了愿望 就差黑子了 其实那年图书馆的大货是他放的 他本想触发报警器 让老师把他们放出去 但因为当年舞会音乐声音太大 没人听到他们的呼救 黑子整整愧救了二十年 他对朋友们感到非常抱歉 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他们早是一家人了 所以孩子们都没怎么多想 就原谅了黑子 所有人都完成了愿望 在小明丽莎的注视下 他们拥抱着去了天堂 故事到这里也就圆满结束了 小明最后抱得美门归 学校从此有了他们一半 这还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每个学生都幸福地离开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们下期再见